市长该讲了什么 转头跟媒体挥挥手 台北市长柯文哲搭车离开 接着三位国民党新科市长们 也在行政院外拍照画家常 穿着夹克搭配皮鞋的 高雄市长韩国瑜 和台中市长卢秀燕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上任后首次大合体 市长跟我们聊一下吗 市长 挥挥手准备走人 恰巧碰上桃园市长郑文灿 热情打招呼 两人靠近聊得起劲 搭肩扶腰 讲了一回之后各自离开 却也让在场的媒体很错愕 因为原定侯友宜会接受访问 临时大转弯上车走人 到底院会谈了什么 六都的市长里面 柯市长跟郑市长今天没有发言 中央不会分党派 不会看新就任的市长是谁 一定会予以支持 政策是延续的 前任市长或是县长 对于民众答应的各项的事项 都必须要继续 所以行政院当然也同意 现任县市长的政策 也会继续的执行 强调政策延续 因为六都之中 有四都市新任首长 首次出席行政院院会 向中央争取预算与补助款 外界也好奇 会不会是地方包围中央 气氛是非常蛮热络的 院长清楚的说 国家的建设或是经济的发展 不能单靠中央或是地方 必须要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 强调气氛很融洽 政院给予支持 不会分党派 但地方蓝大于律 是事实 经费分配于澳元 未来角力少不了 欢迎新闻 简易林林季祥 陈宜荣 台北报道